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 其实你此时此刻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叫做人才两空 有这个担心 因为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都会有这个想法 对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逼婚 一直在追求他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你也是很担心 那个房产证上到底会不会有你的名字 什么时候才能有你的名字 对 至少要给我一个安全的保障 好 非常坦诚 来女生 作为女生是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体贴和呵护 但是不可能谈恋爱单方面的付出吧 你看把这孩子给欺负的 晚上觉觉睡不好 白天还得上班干活 买了房还不写我的名字 回家还得带孩子 她从小到大她也没干过 她为什么到这里一定要这样去干活 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独立生活的空间 而且她不是经济不允许在外面租房子 非得在你姐姐家里住 她有钱买车就有钱租房 你就说她是一保姆 她也得有假期吧 得回做饭做得不好吃 要不然天天她还得坐着呢 是吧姑娘 咱要想好好跟人家过日子买房 行 你们写谁名都行 但是 她的努力和付出 要得到你的回应 你有没有帮她洗过衣服 有没有照顾过她的生活 有没有关心过她的晚上睡得好不好 今天有没有吃饱 那男孩子也要得到关心和照顾呀 而且人家背井离乡的来投奔你 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我希望你能够平等地看待这段感情 给自己一个平等 给对方一个平等 第一 先从姐姐家里搬出去 没人愿意伺候你那一大家子 第二 你们先把经济上的事情做好 认清和分割 之后再来谈感情 到底是嫁还是娶 到底是不嫁还是不娶 随便你们 不要被经济套牢 我们可以被感情套牢 我们可以被爱套牢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但不要因为说 我们把经济纠葛在了一起 然后我投入了这么多 我出不来了 我此时此刻要一个结果 不要 感情 干净 单纯 好 知道 谢谢主持人 就这样 对 小伙子他们家住了一年半 是吗 快一年多 一年多 都是在沙发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